那首先的話,第一個啦,當然做完之後你會發現,那你把它移動,移動的話請你用那個移動工具,所以這裡的話特別注意,移動工具用這個 然後點住之後的話,你就往左上角去移動,它就出來了 不過出現的結果,當然我們最後是希望說呢,能夠長得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結果,越接近越好,可是要多少才會剛好 那你會發現,其實移動工具有個缺點,要不就移太多,要不就移太少,有沒有,它其實很難剛剛好讓你移的很精確 所以如果將來順便跟各位講一下,如果你要移的很精確的話,你可以用,不要用滑鼠,你用鍵盤 這個時候你按鍵盤的向上的話,大概按個三下來四下,一二三四,你會發現它就移動大概所謂的四個 如果按四下應該是四個像素,那向左的話就是一二三四,你會發現就剛好四個像素,有沒有,會比較精確,如果太多 再向下一個好了,然後再向右一個,有沒有,那就會比較相對OK了 好了之後的話,你可以把這個選取取消掉,這樣就OK了 不過順便講一下,因為剛剛有同學蠻貼心的,我們剛剛選取是用什麼,用某數放工具嘛 對不對,然後再配合什麼,配合那個就是套索工具啦 不過跟各位講,以後如果你遇到,假如是這個背景有沒有,是這種,這個黑白黑白的這樣的一個,表示說它背景是透明的喔 也就是說它已經幫你去背了,如果已經幫你去背的時候,你可以不需要怎麼樣 不需要像剛剛這麼麻煩,用某數放工具去選 你直接怎麼樣,如果你要選的話,直接這邊按右鍵有沒有,直接在哪個地方 按的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有一個叫選取像素,不過前提是,你背後是要類似像這樣的狀態喔 就是它是背景透明喔,不然沒辦法 OK,這個可能有一個前提,然後你把它按右鍵有沒有,選取像素啊 你會發現它就自動選起來了,為什麼?因為它本來就已經去好背了啦 但是前提是什麼,你要看到背後是有透明的效果,才可以這樣選 如果不是的話,那很抱歉喔,就沒辦法喔,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除了按右鍵喔,選取像素之外有沒有,其實還有一招 剛剛同學喔,滿熱心的就是,其實除了用我剛剛那一招之外有沒有 取消選舉,還可以按這裡,按這裡喔,先按Ctrl鍵,再按這裡一下 這樣也可以,兩個方法,Ctrl鍵按住,再去點它,這個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再次上方按右鍵,選取像素,也是一個方法,兩個方法都可以喔 好,不過前提是要背景是透明的啦,OK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題目要我們做什麼?就是把這邊改一下,把它連結在一起 所以怎麼連結喔,就是先選第一個,再按Ctrl鍵選第二個 然後再按右鍵,把它做什麼?連結,有沒有,這邊有個連結圖層 連結之後的話呢,它兩個就有點像火車一樣掛在一起了 OK,所以把它連在一起 好,有沒有,這邊有鎖啦 那這個時候呢,跟各位講喔,之前我們如果要移動到那邊去是Ctrl-C,Ctrl-V 可是它如果兩個,很抱歉,你這個時候Ctrl-C,Ctrl-V不行喔 那怎麼辦,沒關係,如果Ctrl-C,Ctrl-V不行,你可以用第二招 按右鍵,這邊有什麼?複製圖層 OK,所以喔,不能Ctrl-C,Ctrl-V,那你可以按右鍵 對,複製圖層之後喔,跟它講說目的地有沒有 喔,我要移動到這邊,這個叫PSA102對不對 文件這邊有沒有?喔,有,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開啟狀態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它會幫你移到這邊來 OK,所以我就選它,選這個PSA102這個,按確定 好,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移過來了 有了有沒有,當然它位置不對啦 所以你用移動工具,再把它移到正確的位置 在哪裡比較OK喔 那當然請參考這個TIFF這個檔,看一下喔 這邊大概一點點,這邊大概一點點,OK 所以我看一下,這邊一點點,再上去一點點好了 然後這邊,這樣就OK了 好,就是最後,宋春的部分 不過今天當然喔,我們要做個變化題 所以喔,請你把上個禮拜你那個題目 背後再加兩個字,這邊叫宋春 可是你那個變化題當然一定不叫宋春 叫什麼我不知道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去找那個圖字啦 或者叫字圖,OK 所以如果你要找字圖的話喔,來變化 有幾個管道啦 第一個就是說喔,比如說你要找,舉例啦 蘇東坡好了 那這三個字喔,你可以Google找一下 蘇東坡對不對喔 然後裡面的話呢,可以從全部喔 切到圖片 OK,這邊就一堆啦 看有沒有蘇東坡三個字 這邊有蘇東坡嘛 所以你也可以拿人家字拿過來 比如說好,假設 我今天希望看到這個蘇東 這邊這三個字 我蠻喜歡的 然後呢,當然喔,我要拿這個來練習好了 練習啦,OK 不過前提是練習喔 這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版權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練習上面是OK的 但是你不要拿來商業用途 如果商業用途到時候可能會被告 OK,所以特別注意一下喔 我這邊只是練習用 OK,這要先講一下喔 那如果假設要這一張圖 的這個蘇東坡 所以我覺得這個字寫得不錯 OK,比如說我想拿這個拿來用的話 有問題 這邊有啦 其實你可以怎麼 要不就另存心檔把它開起來 要不用複製我看一下 如果用複製的話 這邊Photoshop能不能貼上 貼上 貼上它可能會貼 貼上 它會變貼到這一張圖了 所以你可能喔 如果要貼上的話 你還必須要開一個心檔貼啦 所以比較簡單的辦法 我看還是用另存圖片 它是一個 可是它是一個什麼 Web BP的檔 這個可能再看一下 怎麼樣這種格式喔 OK,然後把它存在桌面上好了 那這個名稱給它改一下 叫蘇東坡 我把它放桌面上看看 然後這個格式能不能用那個開呢 不行嗎?開一下 桌面上這邊有一個 它好像沒辦法 OK,好啦,沒關係 再看看怎麼樣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剛剛這部分先練習一下